这么早来拜访 不打扰你们吧 公子不必客气 又何事 那日武士输了后 子澜彻夜难眠 我 子澜公子 武士并非你的强项 再说了 还有文士 你还是有机会的 尽力去做就好了 我已经非常努力了 可武士还是输了 万一文士再输 那 只要先生平时授书时 你有认真听 便无需过分担忧 真的 那么先生的题 一定是以前教过的吧 当然 那 是最近教过的吗 先生觉得外交和变法 哪个重要 好 子澜公子该不会是想问先生考题吧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走 跟我去一个地方 枣兰公子 你可还记得这株兰草 前几日 有人曾送我一株 上品的君子兰 你也知道 我这一生 独爱兰会 所以啊 才有了这百姆兰会员 但是 兰花性情高级 尤其是这君子兰 更是其中的盛品 先生说的是 君子兰是君子中的君子 不会与凡品争其斗艳 更不屑于耍心机 你说对吗 子兰公子 你当年曾随我使棋 如今六国合纵失败 你说这合纵 还当行不当行 子兰以为 此话你不用对我说 去说给该听的人 喂 他 mail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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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